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到就是赚的呸呸买到两行类 那么如何避雷呢 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到底交给我还交给我吧 以后如果你们还要看中的那款好玩的散热机 记得私信给我 我来帮你测试 好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话不多说 马上来 开箱吧 今天的散热机名字非常的有意思 叫什么米兰型号R17 来看盒子 用心感受一下 我们看一下箱子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我记得平时散热机送的东西都非常多 怎么今天不太正常 这里只有一个纸环扣 别的啥都没有 我们回到装手机的这个盒子 等等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卖家的宣传图 看这里 你们记住了吗 是不是很漂亮 好 现在我们可以打开盒子了 手机先放一边 我们来快速过一下下面的配件 一个PINCC特色充电头 一条耳机线 一个保护壳 一张软膜 说明书 一条Micro USB的充电线 卡针 还有贴膜工具 非常常规的配件 直接放一边 我们来看手机 首先屏幕正面一块比较长的大灰屏 额头下巴非常的宽 在额头中间的位置 非常巧妙的设计了一个圆形的听筒 这样别人看到你手机的时候 就会以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摄像头 但是摄像头其实在旁边一点的位置 很小的一个 接下来呢 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 看这里 长按指纹解锁 还记得上回的金沙嘛 这句提醒你不能这么念 长按指纹解锁 这是不对的 你应该这么念 长按指纹解锁 我已经非常懂你们的套路了好吧 OK 手机的背面 居中的双色下面是一个指纹识别区 这个指纹识别看起来有点真耶 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等一下我们试验一下 手机的侧面 常规的音量大小 加电源键 另一侧SIM卡槽 手机的顶部 Micro USB的充电口 和3.5毫米的耳机接口 底部就是养生器的麦克风了 其他基本没什么好说的 其他基本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马上来 开个机吧 好的 看起来完成国际管理了 去设置里面看一下卖家声称的配置情况 设置然后关于手机 新号MAX3 然后括号R17 那你到底是MAX3还是R17 系统版本 Bingo OS 7.0 处理器 MTK Hedio X30 10核 4000赫兹 啥意思啊 听起来好像好厉害哦 运行内存4G 储存容量64G 按照版本9.0 我发现这台手机居然没有写什么8G 10G的运行内存耶 这个老板是不是疯了 今天手机还能卖出去嘛 会不会做生意啊 试一下这个指纹识别啊 设置 指纹识别 指纹管理 图案 随便搞个图案吧 立即录录 现在我用这个手指来录一下指纹啊 OK 录制完成 现在我们看一下接手速度啊 哇 速度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啊 不过没关系 能接手就已经非常良心了 不像上次那个什么 金沙 前后都假 垃圾 OK 先不管了 下载一个网友螺线啊 好的 下载完成了 我们先打开高帧率模式 还有这个帧率显示啊 高帧率模式 帧率显示 OK 现在刚出门的帧率是30多帧 40帧率左右 非常低的帧率啊 去找个人看一下 速度は 转称 快点 速度は 速度は 右上载 完璧 速度は 冷凍 速度は 速度が 速度が 速度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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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或者是人多一点的场景 这个什么米兰手机就顶不住了 等一下会不会炸 哇42度啊 我说怎么这么烫呢 好了网友都要试完了 你们也看到了 也不是不能玩 如果你能接受一局游戏下来 平均这里只有20多帧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不过呢 这台售价398400块钱的米兰R10T 就算你现在能用 每准用一个月就废了 然后想去平息就这样找售后 你可能发现 诶 店铺都关闭了 所以呢 我的这里建议是 尽管你认为你看到的散热机 性价比有多高 也千万不要买 特别是在平息这种地方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 如果你喜欢的视频 请要帮我点下关注 也别忘了帮我点赞 我是红小白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